一鸣二运三风水 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积奠着华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是我们民族最独特的标识 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孕育 我们的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 从而发展壮大 古人讲究的拿这个碗凑上嘴吃 不能用嘴去凑碗 不能在碗上趴着去吃 你看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陕西山西 人家都是端着碗来吃饭的 一定要把这个碗端到嘴边来吃 另外这个碗用过了之后 要求立即把它洗干净 放到合适的位置 千万不要隔夜洗 民间人们的生活中 这样的禁忌更多 其中有一种讲究是 晚上吃完饭之后 残羹剩饭要及时处理 碗筷也不能放到第二天再洗 就是说民间认为碗不能隔夜洗 老祖宗这种说法 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没有洗碗遭遇这样的变故 这个村子叫胡家村 不过如今记得胡家村的人不多 倒是另外一个名字让大家熟知 那就是寄静灵 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好事之人取的 不过倒也贴切 因为只要你走进村子 你会发现 除了自己心跳声 你听不见任何声音 有人说我喜欢安静 但我想你绝对不会喜欢这种安静 因为这种安静能进到你骨子里 原本小山村不是这样 导致如今这个结果 还得从十多年前 郭晓星刚来这个村子里说起 其实郭晓星很可怜 当年郭晓星才几个月大 也不知道是郭晓星父母过于无情 还是生活所迫 又或者是因为遇难 谁也不知道 反正当时胡家村的村长 在上山砍柴的时候 发现了郭晓星 除了强保 郭晓星父母留下来的东西 就是郭晓星这两个字了 好心的村长 收留了郭晓星 并取名为胡郭晓星 说实话 那个年代谁家不苦 况且村长家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所以郭晓星还真不一定养的活 也可能是命运 又可能是老天眷顾 好在遇到胡家村人 所以郭晓星一家一口粥 一家一口饭 就这样吃百家饭长大 说到这里 你们可以试想一下 一个村子百十口人都对郭晓星如亲人 这种感情一般人还真的体会不了 所以郭晓星虽然没有父母 但是他依然快乐地生活在胡家村 说郭晓星不信 倒不如说他是万幸 可是好景不长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郭晓星再次变成孤苦伶仃的人 但万万没想到 这场变故居然是小小的洗碗问题 这让郭晓星如何接受 那天 郭晓星和另外两个外星人留在家中 因为那一天 是胡家村五十年一次的祭祖大典 所以郭晓星和另外两个外星人 以及另外两个老人不能出门 由于祭祖一直要忙到晚上十二点 而恰巧八点左右开始全村祭祖活动 所以部分村民吃过晚饭后来不及洗碗 但是也没在意 平时白天早上或者中午 懒得洗碗的时候 也都留着下一餐刷 但是偏偏这一次却出事了 第二日 凡是没洗碗的人家 所有人包括牲畜 一夜之间忽然消失踪影 大家恐慌不安 但是都不知原因 没过几日 又有一家人离奇不见了 这下大家终于发现共同点 原来凡是忽然不见的人 都是因为晚上没洗碗 这时村子似乎想起了什么 赶忙翻看胡家村的族谱 无独有偶 百年前也发生过此事 后来巡异先生看过 切记特别是祭祖等活动时 因盛阳衰 所以不可晚饭不刷晚 因为有剩饭 鬼会寻来吃 说到这里 大家或许不明白 但我这样说你们一意 看便知 晚饭后残留在碗里或锅里的剩饭 过了十二点 就叫死人犯 村长越看越心惊 直呼大家快逃吧 老一辈人很相信 大家都投奔亲戚 但是只有几家年轻人不信 包括像小冬那样 无处可去的人留下 但无一例外 所以 胡家村变成如今这个地步 胡家村也不叫胡家村了 改成寂静岭了 当然 如今 郭小兴和那两个老人早已过世 我也是听胡家村后辈之人 说起这个故事 而且 他们家不管多晚 当晚吃的碗筷 必须刷干净 才会休息 碗筷为何不能隔夜洗 我们使用碗筷吃饭 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商代 延续至今 也算是古代传统文化习俗之一 进入现代 饭后洗碗除了老一辈 不会计较 年轻人觉得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 一个星期不洗碗筷也实属正常 但是这样做就会引发很严重的危机 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 饭后的碗筷都沾满了油渍 残渣剩饭 堆在一块不洗了 后半夜污秽之物 就会围着造坊铁食 残渣剩饭 对家里肯定是没好处 按照现代科学依据的显示 碗筷泡在水里一夜 各种细菌能超标七万倍 这里面也包括了大肠杆菌 即便你把碗筷放在干燥的地方不洗 筷子上的油渍容易 凝固 并且侵蚀金母质的筷子里 碗里的残渣剩饭混合着香油味 到了晚上 各种昆虫都会被吸引过去 蟑螂蚂蚁等等 它们身上本来就带有病菌 日积月累都吃到你肚子里 对身体都不好 第二个原因是 古人对食用碗 的讲究特别多 但凡没有破损 一般都不会轻易扔掉 因为在旧时 它代表了你端的饭碗 就是你的工作事业买卖 如果你把饭碗扔了 或者有一把的摔碎 就意味着你的事业到此为止 那么 不能使用的碗 在过去就是用红布包起来 在院子里头用榔头砸碎 连红布一块掩埋 而且碗也不能轻易送人 你把碗送给谁 就代表你们之间的友谊 就此了结 除非是给老人住寿 送寿碗 吃饭用碗也有讲究 正常来说 古人吃饭都习惯把碗端起来 包括现在的出家人 也是要端着碗吃饭 民间的说法 一方面是举止礼仪 另一方面 对自己的事业端正态度 兢兢业业 本本分分 不做出格的事 聚餐的时候 不要把碗放在桌上 嘴凑上去吃 一是吃相不好 二是代表 你可能会去乞讨要饭 如果吃饭的碗 有破损缺口 也是不能用的 按照民间的寓意 你可能颠沛流离 什么事做一半就干不下去 做生意也会除妖娥子 还有一种民俗 就是别人家办老人的丧事 去做客的人会把人家的碗顺走 民间百姓都认为 这样可以让家里人平平安安 长命百岁 因此如果碗的风水不好 很容易影响自身的气韵 很有可能会让自己倒霉 第三是古人对鬼神的敬仰 俗话说信则灵 不信则不灵 通常来说 神与鬼是相对的 天道为神 恐惧为鬼 因此古人将雷暴闪电降雨等 通通归功于天神所为 那些不讨喜的人 因为一场雷雨突然发疯 或者是死亡 则归咎于恶 鬼所害尤其是在晚上 古人认为晚上属阴 是鬼神出没的时候 因此民间有一种说法 出生的小孩不能晚上出门 因为他们的眼睛非常清澈 能够看见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人不能隔夜洗碗 就是害怕鬼神出没 他们会吃掉碗中的残羹圣饭 这样一来 家里就会吸引来这些鬼神 随着古人一代代的口耳相传 便形成了固化的精神信仰 久而久之 民间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类似的避讳 第四个是影响厨房美观 厨房有时候也是一个家庭的门面 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在寸土寸金的年代 厨房因此也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人们经常将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 因为每天做饭 锅碗瓢盆不能少 如果当天用完餐 就直接把餐具堆放在厨房 这样不仅会招来蟑螂和老鼠 还会造成厨房到处都是食物残渣 给人一种邋遢的感觉 从而影响厨房的美观 一个好的家居风水 能够使得我们平常生活安心 但如果是不好的 那么结果可能就会让人汗颜了 不管做什么事都不顺手 而且做多还错得多 凡事都容易出现小差错 总的来说 晚不能隔夜习属于一种民间习俗 它也是其中的一种 与人去世后 为什么烧衣服是一个道理 虽然现代人不怎么推崇 但我们还是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将它们发扬光大 让子孙后代了解老祖宗的用心良苦 老祖宗的民俗文化 所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 这种晚不能隔夜习的民间风俗 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像青龙鸭白虎 代代初文武一样 与民间住房有关的民俗讲究 有像鼠羊不到头 龙虎两乡斗一样 关于荤俗的讲究等等 那么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看 居家环境对人身健康的影响 灵药 厨房风水与健康 俗话都说吃饭皇帝大 其主要指的是 用餐食不受到别人打扰 有一个稳定的情绪 因此餐厅的格局 摆设布置与我们的健康关系紧密 餐桌不可正对大门 人来人往总会吸引人的注意 那么用餐食可是会引起消化不良的 02 书房风水与健康 书房是一个人奋斗的地方 我们在里面学到做人的道理 学到有关工作的知识 它的风水布局 对于我们的影响可是十分大的 书房不能面朝窗户 因会产生望空 造成不良效果 书桌不能正对大门 若是不可避免 可以用屏风或者是大株的宽叶植物化解 03 客厅风水与健康 客厅为全家人聚集及接待来宾的场所 是家庭中的公共空间 它关系着全家人的命运 客厅中的财卫 关乎着家人的财运 事业 名望等兴衰 那么 他的风水就需要十分注意了 财卫出 若正好有窗户 应用内丁家板墙处理 财卫便不知外露 客厅最好避免看到房间门 这样有指导黄龙之意 太不吉利 04 儿童房风水与健康 现在家中的小孩子可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儿童房的布局成了家居布局中的重点 儿童房的风水设计较为简单 主要注意的事项有 儿童房门不可对着客厅 卧室 书桌后要有依靠 整个房间的颜色不能太艳丽 这样很容易使小孩养成不良习惯 05 卫生间风水与健康 正如人体各器官的座 用一样 卫生间在居家中的必不可少的地位 也决定了它和健康的关系 卫生间的方位不好 或者卫生间门正对入户门 正对床等 也有可能埋下健康隐患 避开危机 06 卧室中的床位摆放与健康 睡眠品质与健康关系密切 而卧室风水的好坏 会直接影响睡眠品质 衡量压床 床头的朝向不利于主人 床的上方 也就是楼上的同样位置 是浴室或放置洗衣机 卧室在走到的尽头等因素 都影响睡眠 要尽量避开这些不利的因素 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 07 居家方位与健康 适中的方位与五行 人体器官的对应为 东方主肝 属木 西方主肺 属金 南方主心 属火 北方主肾 属水 中间属皮 属土 所以在对应的居室布置 色彩上 相生为极 比如 正东方属木 在此摆放装饰物时 一定要谨记 不可用尖叶的植物 植物不可出现枯萎状况 即使用前灶花 它会吸收阴气 要避免放置于木相刻的物品 例如属土 属火 和属金的物品 在这个区域 放置茂盛的植物 可促进家人的健康和长寿 属水的物品或山水化 也都有帮助 因为谁可仰慕 08 室内管道需通常 在风水中 水为血脉 物需通常 如果装修不当 出现管道堵塞漏水 下水管道不畅等情况 有可能导致人的循环系统 呼吸系统 及消化系统等方面出现问题 09 可能引起头痛的风水问题 房子小儿门大窗大 门直冲床头 灶台位于西北 与床头相冲等等 都可能引起头痛 可通过尽量降门与窗 改成与房宅相适应的大小 调整床头朝向等来 进行改善 这些民族文化 与诸子百家 诗词歌赋 国画陶词一样 他们都是传统文化中 最绚烂多彩的民族智慧 不分高下 没有规见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观看